近几年金融诈骗猖獗 政府部门很重视 投入了不少资源 我们统一证券 当然也看重各位朋友的权益 因此底下是防诈活动的网址 敬请大家点阅收看相关的讯息 而且要回答三道问题参与抽奖 在这边偷偷跟各位讲 里面有一道题目的答案是 政府的防诈骗专线165 祝各位好运 谢谢大家 大家好我是李宗达 欢迎来到综世表达频道 我们今天很高兴很荣幸 邀请到野村投信的投资策略部 淡汉原淡副总 Hank来到现场 哈喽 李宗达好 大家好 那我们今天要针对全球的航运 来跟各位做报告 那首先我要先把 在七八月我们所经历的事情 跟各位来做一个说明 我想这段时间 应该是各位投资朋友 有史以来惊心动魄的一段时间 那我们看到从七月十一号 以台股为例 它在短短三个礼拜跌掉了 这个4700点 然后在几天之内反弹超过4000点 可能你我都从来没有经历过这种 爆跌又爆涨 那我们得先梳理脉络发生什么事 我个人认为有三到四个主要原因 首先就是美国所公布的就业总金的数据 还有美国重量级科技公司的财报 它不如预期有衰退的疑虑 那第二个就是全球过去几年非常热门盛行的这种高频交易 杠杠的操作 它在落入所谓的多杀多人采人的一个困境 第三个就是最近沸沸扬扬所谓日本这边央行升息 日元套利交易平昌 第四个就是台湾位处到全球地缘政治的中心 那么从美中的对抗这样一路过来 台湾会变成一个焦点 我个人认为就有这四个原因 所以现在如果大家要去做布局 可能要先厘清 在目前处在这么多的不确定底下 我们究竟有没有办法 找到一个比较趋吉避凶 持因保态的好办法 那这里面我个人认为 第一个你要思考是低估值低基期 第二个有没有什么产业跟标的 它会跟我们刚刚所谈到的这些议题 相对能够脱钩 甚至稍早我们谈到 地缘政治的问题是一个资本市场不确定 但是反而有一些族群它会受惠于地缘政治 这是我目前能够协助各位观众朋友梳理出来 可能在投资思维上的一个转变 所以我们第一个题目就要来请教 这个Hank丹副总 就是有关于在我们刚刚讲这个环境底下 为什么在这个阶段 要请投资朋友对焦来布局全球的航运股 就7月11号全球的股市 从科技股带头向下修正到 8月5号最恐慌这段期间 其实我们发现说 像比如说台股 台湾的电子指数 半导体相关的指数 或者是NASDA等等这些指数 它们都有大概双位数 甚至将近两成上鞋子 那但是其中如果我们观察说 全球的航运的话 它的跌幅只有不到8% 那特别是在8月6号开始 全球股市开始反弹的时候 其实全球航运也跟着一起谈 所以如果我们接到8月12号的这个数字的话 大概全球航运几乎又快要回到平盘 那其他的股市大概都还有双位数以上的一个修正 的一个在水下的一个情况 那这个其实就呼应刚刚吕副总所提到 就是说全球航运它为什么 会受到的关注 当然背后有非常多原因 但是其实简单来说我们可以分成几个面向 第一个部分是说全球的航运它最主要的是 跟着全球的贸易财 因为我们所接触到的这些商品 只要不是在台湾制造的 从国外运来的 90%都是透过航运 所以它其实是一个非常基地气 比起AI科技来说更贴近你我生活 那如果说论股价的表现来讲的话 其实它无论短中长期 一年三年五年或是长期的一个走势来讲的话 其实从全球航运的角度 它甚至比很多的热门股市 包含美股台股日股科技股都来得飘寒 那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在讲说 第一个它基本面有一个很庞大的一个需求 很接地气 然后股价表现又相对活泼 那这个部分的话是我们在配置上 相当值得去做一个留意的 那当然从另外一个角度我们说 航运本身 因为它跟主要热门股市的相关系数是很低的 像比如说它跟美股台股相关系数大概0.5 那跟科技股跟日股的话大概0.4 这样子一个中低相关性 所以当突发事件一些利空扰市的时候 我们看到这些科技股或者是主要的股市 出现下跌的时候 很多时候航运股会相对抗跌 甚至逆势上涨来撑牌 像这一次7月11号到现在的 我们也发现说它有这样的一个特性 那当然背后还有一些因素 包含刚刚吕副总所提到的 就是我们看到在这个地缘政治的一些 一些纷扰 那地缘政治它造成的 是一个结构性的一个供不应求的一个情况 那最主要就是说它在供给端的一个部分 它其实是持续的中断受到干扰的 那这对于厂商来讲 它是一个很麻烦的事情 因为我的货运不出去 甚至我还要附加很多的一些运费 这是成本的上升 但是对于航运类股来讲的话 它反而是受惠的 因为我们的运价持续的飙涨的情况之下 那它这个部分对于营收跟获利都是有帮助的 对 所以就这几个面向来讲的话 就是我们提供给大家 所以如果说在投资上面 我们配置一部分的航运 比如说主要的一些股市去配置航运 比如说台股日股美股科技股 它会有一个特性就是说 假如我们配置50%的一个航运类股的话 那在投资组合当中你的长期的年化报酬的潜力会提高 但是你在波动度这部分能够维持对应 甚至还有机会下降 比如说我们跟科技股来讲好了 因为科技股很长的时候是 科技股下跌 但航运不见得跌 所以一来一往之间 它能够把整体投资组合 它的一个波动性来降低 那投资效率就更为提高 那包含我们说在投资 比如说这个高股息的股票 或者是以神山为主的这一些半导体类股 在近年来受到存股组的一个欢迎 那我们把这个部分 一样配置50%的航运来做一个试算模拟的话 其实它也有这样的一个效果 是 感谢担负总Hank 我整理一下刚刚的重点 就是说要找一些标的 跟目前的系统性风险相对能够脱钩 那有一些像航运这样跟AI 它可以做一个互补或搭配 它也是相对有高的一个成长潜力 然后它是一个防御型 特别是我刚刚有谈到 Hank也再次强调 地缘政治对全球投资是一个纷扰 但是对于航运反而是一个助长的利多 我跟各位报告 随着以色列跟伊朗冲突的一个升温 目前这个塞港红海的危机 它所营造出来的报价 反而是全球的货贵月者 现在一个贵的获利是比过去高出三倍 所以其他族群的利空会变成航运的利多 这是现阶段蛮特殊的一个状况 那接着我想第二个问题要来请教 就为什么在这个阶段要去考虑 这个00960全球航运的ETF 那我稍微带一下 其实两年多以前 我想航海王在台湾是一片盛况 里面的指标公司货柜 有一档从不到十块 后来涨到三百多块 可是俄后是一个让投资人感到这个通心疾首 暴跌了三成到四成 就是我们在短短的两年多 经历了这个台湾的货柜族群 从暴涨到暴跌 大家其实是心有余悸 那我们在第一线也常碰到 贵人朋友来问这些问题 所以我们就是特别要来请教说 历经了过去这两年多前的这一段 那在这个时刻 为什么会去诉求全球的航运 那我想得到的就是说 全球航运它不是只有台湾的货柜 它事实上包含我们所看到 全球顶尖的货柜航商 有散装有邮轮 还有运载这个天然气能源 所以我所思考到就是说 以台湾为基础出发 扩及到全球在海运里面不同的次产业 再者就是刚刚弹副总Hank 一直强到一个重点 就是要分散要去配置 那这也是我想得到的 就大家如果对台湾的货柜 历经了这么一段是又爱又恨的时候 似乎可以往全球的角度来思考 那这是我所想到 我们就把这个题目交给弹副总Hank 就是为什么在这个阶段 要特别针对全球航运 00960来做一个考量 那这个商品的设计 它的相关的规格又是如何 就投资航运股这部分的话 其实单压个股或是单一国家 特定又是在单一的一个次产业当中来讲的话 其实波动确实是蛮大的 像刚刚吕副总提到说 以单一个股来讲的话 如果我们从最高点到最低点 这种很严格去做计算的话 甚至有可能修正高达6到7成 对那我相信这是任何一个人都受不了的 但是我们今天配置上面 投资航运其实它不只是货柜 如果我们从全球指数的角度来看的话 货柜大概只占全球航运指数50%左右 那另外还有将近一半是来自于所谓的能源 它就俗称的邮轮 或者是所谓的散装跟其他一些航运的服务 所以其实投资范围是非常广 而且它彼此之间 次产业之间的这个周期性也不一样 那像比如说我们再看下半年的一个部分的话 其实货柜油轮跟散装这个部分的话 它接连都会遇到不一样的一个好的一个周期 就是比较畅旺的一个周期 所以如果说我们从年度的角度来看的话 其实也会发现说假如像2021年 你担押台湾的航运甚至是担押个股的部分 会有一个很好的年 但是2022年就出现暴跌 那如果说我们今天放眼到全球的货柜的话 它的跌幅可能就从大概三到四成左右 降到大概只有两成 但是同期间 如果说全球的油轮跟散装反而是逆势上涨 所以如果分散布局的这个角度的话 它能够走出一个比较平稳 那像以这一档00960的这个编制指数 全球航运龙头吸收指数 这样子一个指数它在2022年只有跌不到6% 它的一个差距就非常的大 那我这边简单来讲一下 这一档指数它的一个编制的一个规则 它其实很简单就是说 从全球的这一些股票当中 我们挑选出跟航运营运有关的这个公司 大概150到300档 那这当中的话我们可能会去看说 这期间它有配过席的 然后这当中它有一些市值的要求 流动性相关一个检验 那通过之后我们的母体池之后 我们会再用市值的一个排名 去做一个加权 所以简单来讲的话 我们就是挑选这个股票流通市值当中的 前40大的航运股的航运龙头 那我们投资航运龙头的这个理由呢 其实从航运业的这个角度 它本身是大者很大 特性也有很大的关系 因为今天我要造一艘货柜船好了 那它可能动辄3000到5000万的美元 大概10到15亿的台币 所以这样子一个大者很大 它才能够去玩得起这种大的这种 投入资本财等等的这些 相关的一个营运 所以这个部分的话 也是我们在投资航运上面 你除了分散到三大次产业之外呢 其实你去聚焦龙头它的一个表现 会比起就是说我们如果再去 一档一档来分析来讲的话呢 来得更为简单之间 那举几个例子 比如说我们从三大航运的这个龙头来看的话呢 比如说以货柜来讲 除了大家耳熟能详的台湾的货柜三雄 或者是马斯基之外呢 其实日本像比如说K-Line这个川崎汽船 它的一个营收或者是获利这个情况 也是相当不错 而且股价在过去5年当中 它的一个走势的锯齿状甚至更小 也就是说它的波动性可能还更小一点 那如果说从游轮的角度来看的话呢 像比如说在这个美国的这个前线邮轮 它也是一个就是它的特性上有点像海上包租工 因为全球随时随地都需要能源去用油跟用瓦斯 所以在运价上面来讲的话呢 也会是相对一个硬需求 那这对公司的营运来讲就会相对稳定 那散装的部分如果说恰逢到 比如说我们说的这个它的一个季节性的旺季 例如说在北半球的一个11月到隔年的2月 差不多就是我们在南半球的一个股仓 它在做采收的时候呢 刚好是运到北半球去补粮仓 那这样子的话呢 这个散装它的一个爆发性点是很强的 所以就举这几个例子跟大家做一个参考 是 我帮各位抓一下刚刚的关键字 大概就是放眼前球分散布局多元配置跟聚焦龙头 那我想第三个题目我们就要来谈这个时间点 这个00960是8月30号开幕正式募集 那么各位投资朋友参与是9月上传 那我们就来讨论为什么是在9月这个时间 我目前所想到的是 从9月这里开始有美国为首的返校热潮 到年底的圣诞节的旺季 那这当中会提前拉货 还有一个是最近很热门 就美中的这个贸易战如果升级 有关税战的这些问题出现的话 那陆续业者也会是提前的一个拉货 那我们稍早谈到鸿海的危机 以色列跟伊朗这个可能的紧张关系升温 包含到塞港这些问题 我们看到在这里 不管是政治 经济 贸易等等 都有一些比较蛮具有时间性的 一个属性跟特质 这是我整理出来在9月 各位考虑上传的一个主要背景 那我想把这个问题交给Hank 丹副总 我们官朋友稍微说明一下这个时间的考量 是 也确实就是我们从 就是整个指数的一个回撤的角度 去做一个观察的话 我们发现说 假如是1到12月每一个月份进场 持有3个月的这个平均报酬的这个表现 跟所谓的正报酬几率来做一个统计的话 其实9月份它的一个平均报酬的潜力是最高的 那么在正报酬几率来讲的话 也是相对非常的就是出色的一个月份 所以这个也呼应刚刚呂副总所提到说 其实它背后是有很多的基本面的一个支撑 包含了我们说在需求端的部分 其实是源源不绝的 因为到下半年乃至于第四季是个购物旺季 那你货不可能放上船之后隔天就到 因为它以航运来讲的话 它都需要提前一段时间拉货 那所以这个部分就会造成说 我们在运驾上面其实居高不下 就会带动相关的一个航运的一个公司的 获利跟整体的这个表现 那如果说我们在看到就是说 现阶段在鸿海危机或者是 包含了缺工塞港 在美国的东边跟西边这些码头 他们现在又开始酝酿一些就是 希望能够帮他们调薪的这个罢工潮 所以其实这个部分都是值得留意的 回想在2021年那个时候疫情的期间 因为大家害怕疫情所以不愿意出来 那个时候塞港塞得非常严重 那所以那个时候导致的这个 就是所谓的运驾是出现一波的大涨 那现阶段这部分我们又来到过去运驾的一个 大概七成左右的一个 它的一个相对的位置 所以这个部分也是一个对于航运类鼓的一个 就是以整体表现来讲的话 它是一个利多 那当然从评价面前角度来看的话 这也是我们可以去留意航运类鼓 因为在一开始的时候 那我们有提到说 这个全球现在要找一个落后补涨的一个机会的话 其实航运类鼓它现在本一比在 全球主要的这些产业类鼓分类当中 它是相对很低的 那举一个例子 比如说我们以个股来讲 前几天这个货柜三雄的龙头 它就公布说它的这个营收 那以分析师现在普遍预估说 它在全年可能会预估是 会赚37到38块 这个区间 那无独有偶呢 比如说我们的护国神山 它在半导体的这个龙头的话呢 其实也是在全年的一个 它的一个获利预估 37到38 那我们讲的都是美股的EPS 所以同样都是赚37到38块 但是一个股价已经接近千元 那另外的股价呢200元还有早 所以这个部分就是 也提供给大家做一个参考 就是说我们其实在布局上面的话呢 有一些成长型的产业布局之外呢 也可以去看一些价值型的 是不是有机会回涨的这样的一个空间 是 我认为关键是还是在刚刚讲 低估值低机器 它有成长潜力 但它又是在搭成长投资这一波 承压之后 可以思考一些价值投资的布局 把它搭配起来 成为一个比较波动数低 但是相对还有赚钱获利机会的 一个投资组合 这大概是我针对这个Hank 刚刚第三题论述的一个整理 好的那以上就是我们今天为各位 所准备的节目内容 那如果各位观众朋友觉得这些资讯 有助于您的判断跟操作 不要忘了帮我们按赞 订阅分享跟开启小铃铛 非常感谢各位的参与 谢谢拜拜 谢谢拜拜 投资一定有风险 基金投资有赚有赔身够钱 音响乐公开说明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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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感谢观看